哈囉大家好我是蕾拉 歡迎收看I'm Lila 我是蕾拉 I'm Lila 說一件事情蠻有趣的 我個人覺得 就是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蕾拉的第一次自圍 是在什麼時刻 人時時利物發生的 好像你自己想到就在笑 銀檔的笑容 燒起銀檔的笑容 我第一次是在國中 就是蠻招起球的 怎麼會這麼早 因為從小就是被捧在手心裡面的那種女生 以前家教很嚴 叫我一定要跟他們睡 怕我講電話 或是跟男生講電話什麼 我就偶爾是偶爾一間睡夢工廳 然後嗯啊啊啊啊啊啊的睡 那是什麼聲音 就你也知道就把媽媽在做一些 就是這樣害怕 把媽媽在做嗎 害羞的事情 因為我在睡覺他們以為我睡著 妳那時候幾歲 國中 喔 國中 我就想說他們在幹嘛 就加入了 然後沒有 我沒有加入 嚇死我 那是第一次聽到 後來就是有常在想 我不是在搞嗎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國中就有接觸到A片 其實就知道他們在搞 然後以前玩電腦都會有那種 琴瑟遊戲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玩過 從慢到快 然後自己摸跟有工具的那一種 蛤 你沒有玩過那種遊戲 動畫嗎 對動畫 我好像知道 網頁的嗎 對對對 那時候呢我就看 然後就發現 喔原來是要這樣摸 然後有一次我就自己 看著那個遊戲 我就在看那個遊戲在動的畫面 然後我就手自己就默默地伸了進去 到了那邊 到了那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因為洗澡的時候常常摸到 欸你今天講得很健康耶 我覺得很棒 我想稱讚你們一下 就下一次就手就這樣伸進去 就摸到那一刻 然後我就開始 在旋轉 就是有點類似這樣子在旋轉它 開始不健康了 有點類似這樣子 開始不健康了 好了好了 然後就摸一摸 就不小心就突然 怎麼可能 真的 我會越摸越快啊 真的 你很直接耶 螢幕在快的時候 我就跟著快 然後就會莫名其妙 就在旋轉了一下 妳說妳邊看遊戲 邊跟著動 對對對 原來這就是 自己的感覺 第一次就覺得 哇 發現新大陸 後來第二次隔多久 隔天就有 應該說當天晚上就又來一次 之後每天甚至隔兩天 都會玩一次這樣 因為覺得好像很好玩啊 當成不是舒服 是單純覺得很好玩 所以女生小時候會這樣 我不知道 我啦 我不知道其他人 所以妳有問過其他女生 我不敢問國公同學 我媽也有不小心發現過 然後我媽就罵我 妳是在偷摸自己 那妳怎麼說 我說沒有 我現在沒有癢癢的 我抓一下而已 好害羞喔 就長大後其實我媽也會覺得 喔又沒什麼 都長大了 我也都生小孩了 媽媽也摸過來了 沒有 所以結論就是我覺得 智慧沒有不好 但是要用對的知識跟對的方式 然後不要太過於沉迷 任何事情都一樣 就不要太過於沉淪在一件事情上面 對妳的人生才會有幫助 那偶爾的 就施放自己的壓力 其實是OK的 雷拉這邊祝大家 智慧成功 再見 有說敷衍的是什麼啦 好啦 記得今天 蕾拉的FB 還有IG 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想看蕾拉拍什麼樣的影片 做什麼樣的挑戰 請在下方留言 記得喔 我以為說想看蕾拉寂寞 想看留言喔 對不對 留言什麼 想要看嗎 想要看留言 全部留在這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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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